五年多我自己覺得是辛苦 真的辛苦 我覺得現在才是人生的開始 讓我找到一條路 我自己真的會用心去走 是的 尤其是一開始我拍了三四部三個片入行 你會受到壓力 全部人都會覺得 你這個人甚麼事 專門拍這些東西 但背後的故事沒有人知道 其實如果我二十九歲還是二十八歲開始入行 如果我再要在大台後面做那些 好臨時那些 就是群眾演用 我是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我唯一的捷徑就是 偏風一點就偏風一點 起碼我最短的時間 我學到我想得到的東西之餘 亦都給觀眾認識了 當你見到真的有效果了 肚子越來越大 但衣服越來越不適合 個人開始吵吵 因為你每天看著鏡頭 你會彎了 即是覺得這是自己來的嗎 還有又沒有公開 你又在等 你一直看著你身邊的人 不停地進步 自己一年內 又未必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還要擔心 你也知道電影 有時未必能開成 他一句說不開 你這個東西是白費的 即是賭得很大 還要當時是爸爸 癌症 鼻奇 幾件事是混在一起 我都不知道怎麼過那一年 現在想法是真的不知道怎麼過 其實可能你只能說 有一點抑鬱 只是可以說 其實香港很多人都有抑鬱 我真的沒這麼想 尤其是Craig 我是覺得大家的路 跟沒有人的路一樣 而且別說他 其他人我都 你經常抑鬱的人 沒用的 你不如想想自己 你能否做到別人做的事 如果同樣地讓你去做的話 真的未必做到 別人有這樣 是一定有原因的 你不如想想別人 為何會這樣好過抑鬱他 我覺得自己是慢的 因為我老闆都經常說 看你的款式 你不是偶像派的 如果你去玩 你去玩演技派 但你要記住 一定是很辛苦 而且會比別人慢很多 即是你自己的心態要調節 你不可以 整天覺得一步登天 一步就贏了 你死了 沒用的 你不可以演到60歲 是對的 演員應該我自己 一步一步來吧 因為我不懂得當一個明星 我覺得自己不是 因為我在街上見到那些朋友 你身邊當然有我 這些人存在